字幕提供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听 这里有我在新西兰的以德台阳 和社长 李文王 你好 我们又见面了 主题是要讲中国崩溃论又出来了 断崖式崩溃 现在很多地方正在传 主要是萧 没有好日子过 其实困难一定有 现在这样的情况你想想就知道 大环境不適合 在内地的情况下大环境不適合 有疫情 接着还有一些东西要调整 为什么要调整呢? 就是因为之前有些东西 发展的东西不是很合理 发展的东西 现在调整一定有些疹痛 每一次调整都会有疹痛 但是这个疹痛是会令到 之后的发展更加健康的 其实就是 现在当然 有些人拿出什么证据来说呢? 就是 李克强 他开国务院 会议的时候 他说什么呢? 他说要实现现代化 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现在有很多人针对长期艰苦 这四个字 就怎么说呢? 是啊 其实在社会上熬过的人都知道 如果你没有扶任 基本上都是长期艰苦的努力 一定是艰苦的 其实一般人都是长期艰苦的努力的 那 现在有些人针对又说什么呢? 就是说 之前 内地政府常常宣传 经济形势很好 经济形势 我到现在都不是认为差的 你要看长线一点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现在当然有些人不是这么说的 现在就是说 那些人是 朝中树晚戒板 你明天戒不了板 他已经是差的 有些人这么说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现在经济情况 是有些严峻的 其实 我们自己都知道 尤其是 恒大 世贸那些 其实 会不会爆得很厉害 大家 未知 这个是不确定的因素 那 许家印 要不要偷钱出来赔 就是偷钱出来 他是要的 因为没有可能是国家直接救他 因为他 那些东西出了问题 他也要 起码剥皮去肉才行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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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 改口 就是说 现在 针对 李克强说 长期艰苦 是改口 其实 一直都知道 是要长期艰苦努力的 是 经济情况 尹忠友俊之前说 现在说 尹自当头 所以 也是 胡来 大陆搞不上 现在很多人都是这么说 实际上 不是这样 实际上 尹自当头 今年年初 已经是说这件事情 不過穩中有進 這八個字一直都是一起說的 穩至當頭穩中有進 其實現在也是有說穩中有進的 實際上跟有些人說的東西是相反的 就說不行 CVN 說許家印的契弟應該轉了不少資金到海外 一定有,有很多在香港,在境外 或者是,但是他也要吐出來的 他沒辦法的 埃斌張說內地很嚴峻 有些產品財政狀況不樂觀 這個問題就是因為疫情 其實有些人看到疫情的一面就是 生產是繼續,所以經濟沒什麼問題 但實際上,生產工廠那些是好一點 但是有很多行業是不正常的 其實在內地也是,到現在也是 即是那些服務性行業 不是正常運作的 你說不是正常運作,那經濟就很嚴重了 幸好的是服務性行業佔國內經濟的份額不多 其實就是,不是算是很多 不像西方那樣 現在有一件事大家要記住 現在經濟問題是全世界都有的 不是選美的,我講過很多次 現在還有人覺得這件事是選美的 事實上不是選美 大家現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 不是選最醜的人出來的就算了 其實是,領著不要倒塌,不要崩潰 這樣就已經很厲害了 是啊 這這麼容易嗎? 全世界都這麼差 這個疫情是影響全球的 要知道 是啊,全球都有問題 而你一說,只中國才會崩潰? 其他國家,你不看其他國家是怎樣 如果相對較好,其實已經是站穩了 找中有進的了 就已經是 你要記住,現在你針對不斷說中國經濟不好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大圍也是不好 沒有意義的 你看土耳其 笑死人 人家的經濟其實,你說崩不崩潰? 土耳其不是還存在嗎?還未崩潰? 其實是要橫比的 你要跟其他地方和國家比較 其實就是這樣 世界大環境是經濟困難的 其實大家合作就可以走出這個困局 但是你看看現在美國人在搞什麼 他搞的就是 他不是合作的 自己有合作的 但是他也沒有辦法全面合作 因為他自己內部的問題也很多 他是要找一個地方去把那個怨氣轉移 美國的問題就是 射個怨氣 是啊 Carol Chow 就說 美國好恐怖單日確診50萬 那有什麼辦法? 這個情況是沒有辦法的 他們也不介意 而且這個數字是低估的 有些人在家裡自己用的套裝檢測完之後 沒有常報陰性還是陽性 不是留在家裡自己 對他們來說 暫時也不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醫療系統還未爆 還有一件事就是 還有一件事是他們有彈性的 美國的優點就是這樣的 因為他可以叫一些輕症的人全部躲在家裡 他是夠膽去做這件事的 英國美國都做過的 輕症的人全部都在家裡 不要去醫院 那就搞定了 骨尼屁股就說 旅遊業很差 機場都很差 其實內地有很多行業都是不好的 而 其實有些人不斷地說 一定要堅守清零這個做法 但是堅守清零的代價 其實是很多的 現在 其實疫苗打到差不多有特效藥 其實就是要參考高福 張文宏 以及 鍾南山的說法 就是要看看究竟應不應該開放 骨尼屁股就說 爆銀機場 以前單日客流量20萬 現在 7萬到8萬 其實香港也是這麼嚴重的 香港也是很嚴重的 很多人在釣鹽水 香港還慘了 你說客流量 香港是更嚴重的 香港是更嚴重的 香港是19年 不要忘記了 我還在19年 加上去 是啊 其實 19年那件事已經搞得很嚴重 接著疫情是再踩多一腳的 還是踩了兩年 碰碰的這樣踩 是啊 Coling L就說 確診數字問題 無關經濟增長 因為他們 西方那套做法 就是先補了經濟 其實他們的社會 都是很大代價的 不過他們的大代價 又可以算在GDP那裡 所以看上去好像沒有東西 但是有些GDP不是好的GDP 你要記住 譬如人家病了去治病 沒錯是有GDP 但是這些不是好的GDP 是消耗的 是消耗性的GDP 哈哈哈哈 HAPPY WONDER 就說 澳洲政府現在也叫人不要做測試 遲些政府給自己RAT 自己在家裏做 其實 當你自己在家裏做的時候 其實就是跟病毒共存的了 就是不做的 還有到時候就沒辦法 你個個都要打疫苗 就是這樣 是沒辦法的 那 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其實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 有個愉快的晚上 因為今晚是有馬跑的 那 待會我們會有 是的 待會我們會有馬照跑 幫我齊齊發 上個賽日成績就一般 今個賽日希望好一點 好嗎 那麼 來到這裡 待會我們就會有馬照跑 幫我齊齊發 多謝大家 就是這樣 拜拜 拜拜